米兰著名的南看台 足球這項美麗運動的勝地之一 如果您剛剛開始收看 那我告訴您的話 比賽剛開始 沒急 沒了沒了 本來組織的還是不錯的 克拉羅夫 試圖直C C羅 球現在是在無人控制的情況下 先請暫時解除 梅西站在了腳踢杆處 這個機會很關鍵 第一個腳球 有可能定下本場比賽的基調 球出界了 馬爾蒂尼 馬爾蒂尼 試圖快速發動進攻 哇 好球 究竟誰能搶到球呢 巴斯腾 球被對方攔截 無攻而返 球失去控制了 看誰先搶到 范迪克 直接傳到前場 巴斯腾 巴斯腾 把球轉移到了邊路 古力特 將球傳到中路 巴蒂斯圖塔 接到傳球 中路有幾名隊友在接應 漂亮的腳下功夫 浩凱結果不說 看到有球員這麼衝擊防線 真是讓人幸災樂禍啊 根本不可能嘛 他肯定對這個球不滿意啊 一技長傳 李吉卡爾德 攝影師 羅德里奇 科蒂 胡力特 漂亮的直塞球 在左路一路突進 摩德里奇 送出直塞 李吉卡爾德 挑战渗透 他准确地找到了队友 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 伍利特 李杰克尔德 巴斯腾 好像犯规了 是的 裁判判了 伍利特 准备来处理这个任意球 他算是个任意球大师了 正在冷静地调整球的位置 门将肯定是惊出一身冷汗 坦比亚索 抢到了球门球 拔地 现在无人持球 快速向门前推进 在左边路打得不错 看看能否利用好这次机会 就在卢卡摩德里脊脚下 李杰克尔德抢了回来 A.C.米兰又抢了回来 他已经进了抬角射门 他已经进了抬角射门 在后方线上玩火 A.C.米兰先下一场 在这个阵容中 他显然是最具威胁的人 往往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就像蝙蝠侠一样 好的 边才准确地判罚了越位 李杰克尔德 发起反击 雷西 克拉罗夫 想要穿透防线 把手漂亮 太及时了 将球转移到了前掌 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 堪比亚索 拖地 不好啊 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 浪费了一次机会 李杰克尔德 李杰克尔德 选择攻防 文将经受住了考验 阿迪斯多塔 不得不承认 刚才的铺救非常精彩 客观地说呀 这次铺救 确实值得加奖 干净了解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能起脚吗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巴斯腾 如攻而反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对方的防守实在太严密 传球 好球 巴迪斯多塔 在开阔地的拿到球 拖地 他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 漂亮的控球 上半场的45分钟 已经结束了 好的 经过45分钟的机会对抗 双方只有一球的差距 但是这里唯一的进球 确实探成上半场的高光时刻 应该说比赛很精彩 至少从比分上来看 他们的表现很难让人信服 而比分是最重要的事 以他们现在的处境来说 就必须要冒点险了 不管怎么说 教练员和队长 也该说两句激励时期的话 好的 比赛进入到下半时 我相信啊 教练员肯定是做好了必要的调整 现在呢 就看所有的主持续力 将战术 叫他为战术 他们获得了一个接外球 又一次胸壳的防守 华丽的脚下动作 他最好抬头看看门前的情况 其实啊 不只有一种选择 坎比亚索展现出了 非凡的决心 东方是球败低 他是东方不败低 他一路狂带 伍利特 向前狂奔 伍利特 捕捉机会的嗅觉很好 可惜最后无功而返 双方纠缠在一起 球丢了 球传到他脚下 跳起投球 这种失误啊 本应该付出代价了 C罗 将球C过去 视野很开阔 他成功地将球过分 球出剑了 AC米兰 在中场区域 遏制住了对手 防线上可以撑得上 是滴水窟漏 基米西 巴斯腾打球 进攻很有质量 渐入佳境 现在这种情况啊 不能保守啊 对吧 他们必须孤入一掷 希望能攻破对手的程序 这点的确没有别的选择 T9是吗 关键的封堵 太厉害了 这是教科书般的哭就 还凭借惊人的反应速度 化解了险情 机会不断 他们又获得了一个脚球 纵身跃起 漂亮的结封堂的结封堂 漂亮的结封堂非常关键 他被放倒了 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他们在错误的地方 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进了就会扩大领先优势 不就得漂亮 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 这么好的位置浪费了 就在梅西脚下 直途直栽 我看好像是越位吧 对 是越位 梅西 送出直栽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 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滑地 防线脑洞大开 不对 漏洞大开 球回到门将脚下 李吉卡尔德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漂亮的直栽球 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 对方的阻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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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